你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司新聞議題中心PNN 公民心動委員記錄資料庫以及燦爛時光節目 我們聯合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你可以在中正大學FM88.1的頻段當中 在民雄地方地區這些你都可以聽得到 當然你在我們每個禮拜天晚上的9點半 在公司新聞議題中心的網站上面會有直播 同時也會在公庫還有PNN以及燦爛時光的網頁上面 也會有後續節目的播出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這個題目 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有搭飛機的經驗 可是搭飛機的經驗很多人會覺得說 搭飛機可能會覺得還蠻舒適的 或者是我們可以很快速的到另外一個地方去旅行 搭飛機的時候其實我們也會遇到很多的空服員 那空服員也經常我們在新聞當中看到 這個對於空服員的報導 倒不然就是他的一個生活上面似乎是很愜意 另外一個就是哇每次這個真空服員的時候 都有很多很多人要去印證 可是這空服員的工作真的是像我們所想像的那麼的好嗎 他的薪資待遇跟他所付出的這種所謂的工作的時數 真的是合理的嗎 在前一陣子也就是這個月初 這個台灣的這個華航的空服員 跟台灣這個桃園產工產業工會 桃三種就有了一個抗疫陳情的舉動 他們希望能夠去改善這個空服員的 這一種所謂的勞動條件 特別是紅眼扳機的問題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那今天的節目當中要來跟大家介紹 邀請到的來賓是 桃園產業總工會的秘書林家瑋來跟我們談這個話題 家瑋你好 老師好 今天非常謝謝你來跟我們談這樣一個話題 剛剛我們特別在節目開場的時候 提到一個概念或是一個名詞叫紅眼扳機 那這一次其實有蠻多的這個空服員是因為這個紅眼扳機 這樣的一種所謂的工作的形態而有些這種所謂的不滿以及抗議 可不可以請家瑋告訴我們什麼叫紅眼扳機呢 好 紅眼扳機它基本上的概念就是飛航時間是短於睡眠時間 然後它又是在深夜出發這樣子的航班 那過去這樣子的航班其實在美國等等之類的地方 因為他們國內他們的國境就本來就比較大 所以有很多乘客喜歡搭乘這樣子的班機 一方面是縮短睡眠時間 然後他在睡眠的時候 他就可以做跨越國境的那個國內的動作 但是其實如果在台灣的話大家也曉得 其實台灣的國內航線幾乎是已經幾乎沒有了 特別像北高航線因為高鐵開通的關係 所以現在已經完全沒有北高航線了 那對現在這樣子的空服員來講 相當在於這樣子的短程航線 一般來講其實對空服員的這樣子的短程航線 其實大部分航空公司都會把它打乘來回班 也就是說他過去之後 他過去再回來打來回班 只要不超過12個小時 一般航空公司都會傾向把它打乘來回班 而不會提供空服員或機師在當地休息 什麼叫做打回來回班 這是什麼意思 比如說我現在一般從桃園起飛的香港航班 他的整個時程不到兩個小時 那當然包括準備作業就不止 但是航空公司他會覺得我飛過去香港 再從香港飛回來台灣 這樣子的航程時間是在 他可以從空服員報到到空服員最後去香港 再回台灣再暴離 這樣子的時間 航空公司認為他可以縮短在12個小時之內 所以他就會傾向把這樣子的航班做來回班 而不會讓組員在香港休息 那因為香港航線 他本來就是比較短程的航線 所以不會有問題 但是其實像比如說非緬甸的陽光 或者是非馬尼拉等等之類的 他其實就會有一種 如果你打乘來回班 其實他會有一個狀況 就是他很有可能就會超過12個小時 那等於是你想想看 就是空服員他在那種高倉壓的環境之下 他又必須保持高度的專注力 那你讓他這樣子打來回班的時候 又超過12個小時很大的負擔 那如果是在平常時間起飛的時候 其實一般的空服員都還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這樣子的航班 他是被擺在深夜的時候 大家知道嗎 就是像以一個黃昂的空服員來講 以一個早上8點的航班來講 我講寬泛一點 8點的航班 大家覺得也還好 早上8點是正常的時間 可是你知道嗎 空服員以黃昂的規定 空服員要在凌晨5點40分 就要到桃園機場報到 他5點40分就得到桃園機場報到 這還不包括他要化妝 跟他要從家裡到機場的時間 對 那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就是這樣 早上8點大家看起來還好 可是對一個組員來說 他是凌晨5點40分就得到機場 那也就是他可能等一下 你剛剛講說打乘來回班 這個現象其實是也包括 飛行的這些機師嗎 也就是說這些正駕駛 副駕駛也在裡頭嗎 對 也有這樣子的狀況 那現在有一些航班 航空公司他會讓機師在當地休息 就是他把機師跟空服員 空服員七個開來了 就是機師他允許讓他在當地休息 可是空服員未必可以 所以在這種所謂的紅眼扳機的狀況之下 也許很多人會覺得說 其實空服員的這種所謂生活 他本來就是日夜顛倒了 那你去做這種航班 當然超時是一回事 可是這種不同的時間 上下班的時間 或者是有關時差的這些問題 不是應該自己去克服嗎 這有什麼好抱怨的人 你自己要去做這個工作 你可能就要有這樣一種心理上面的準備 不是嗎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要來 跟其他航空公司做比較 比如說像我剛剛講的那個紅眼航班 在其他的國外航空公司 甚至在中國大陸 都是有相當嚴格的控制 其實是有相當嚴格的控制 比如說你去看 我不要以華航 長榮的紅眼班機就少 華航非常非常多班 甚至嚴格來說 長榮只有一班非關島的是紅眼航班 那如果我們在國外航空公司來講的話 我們以韓亞航為例 韓亞航他的規定就是 只要他遇到會有這種跨業的問題 他就是一律給組員還有機師 在當地有一個住房 他會讓你休息過夜之後 他才讓你回來 而不會硬是要求你要把它打乘來回班 那我們不是反對紅眼航班的存在 因為今天紅眼航班 他會有質量的航班需求 就表示有這樣的乘客需求 但是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其實組員他們期待的是說 我願意去飛 但是能不能拜託公司 讓我在有一個好的休息的狀況之下 才讓我飛 包括像因為這種紅眼航班 他的時程是非常短的 是以現在國內的民航局的規定 他甚至可以讓這些飛行的組員 休息10個小時 辛苦我要熬夜來上工了 你又把他打來回班 打來回班之後 你又只讓我休10個小時 又要叫我再上一趟航班 其實對他們來講是非常辛苦的 在這樣的一種 這種所謂的紅眼航班 以及這種高密度的勞動之下 其實就讓我想到在台灣的所謂的運輸史上 曾經也發生過類似的情況 當然這不是航空公司 也不是這些所謂的空服員 而是我們看到很多的這種所謂的客運的司機 或者是像這種行駛高速公路的這些像統聯 或等等之類的這種司機 他其實都沒有一個充分的休息 沒有充分的休息 其實他就會出現的問題很多 不只是安全的問題 他整個的專業品質或是服務品質 其實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所以消費者可能要看到的不是只有說 他的服務好不好啊 或者是他的服務舒適等等 可能包括整體的這種所謂的工作條件 也都是我們消費者 或是我們現在民眾都必須要關心的 那剛剛談到說華航的這個紅眼班 航班的這個問題很嚴重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他到底目前嚴重的狀況是什麼呢 就是他跟其他的這種航空公司比起來 他的這種所謂的人力的調配 或者是他的評審又是怎麼樣呢 好 我舉個例子來講 我有做過一個統計 是我統計從8月30號到9月1號裡面的紅眼航班 以8月30號為例的話 那一天我的算法是從晚上10點到隔天的早上8點鐘 那我這個算法是配合組員的報道跟報理時間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是8點的航班的話 其實他5點40他就必須來上工 就必須到機場報道 那如果我們用晚上10點到早上8點的這個區段來看的話 所有的紅眼班班總共有37個航班 光華航他就包辦了15個航班 晚上12點到早上6點這之間 甚至只有連假航空跟華航有航班 你了解我意思嗎 就是其實那樣子的時段 因為紅眼航班他的票價也比較低廉 一般其實是連假航空公司比較喜歡使用的 而且另外一方面連假航空公司 他為了要跟一般的正常航空公司做區隔 所以他在機場的使用上面 也通常都會使用這樣子比較 比較冷門的時段 那結果華航竟然 可是在深夜12點到凌晨6點這之間 只有酷航香草航空 還有那個酷航香草航空跟捷新航空有在飛 那剩下就是兩個華航飛日本的航班 那你就會覺得這樣的狀況 就會覺得非常的荒謬 就是其實你這樣子排就是會讓你自己 你是一個國籍航空公司 你這樣子的排法就等於是把自己的 不管是票價也好 或者是你的外在形象也好 就整個降格了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蠻讓我覺得好奇的地方 就是華航基本上來講 他是代表中華民國 他過去還是一個國營的這樣一個事業 他其實所謂的一個國際之間的 這種所謂的知名度也好 或者代表台灣的形象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航空公司 他為什麼要有增加這麼多的紅眼航班 他到底考量的是什麼 那第二個問題我想要接著問的是說 那這樣的一個做法 難道沒有違反任何的法律的規定嗎 那我先從他們為什麼要開那麼多紅眼航班談起 那這個也是我們覺得華航在營運策略上面 比較讓我們覺得比較奇怪的地方 就是我剛剛有提到 像那樣子凌晨4點跟凌晨5點 各有兩班是飛往日本的大阪跟東京 那其實華航在早上8點左右的時候 他也有一班是飛往大阪的航班 結果據空服員跟我的說法是 因為凌晨起飛的票價比較低 所以就變成那早上的航 就反而變成早上飛大阪 因為票價比較貴 華航的乘客他就會傾向他要選擇 這麼早的班機搭乘華航起飛 結果反而造成了早上他要飛往大阪的航班 反而變得非常非常少人 那這就是經營策略上面的問題 大家可以看到像今年華航又說 他營收要突破歷年的新高1500億元 那我們都很恭喜華航可以做到這樣子的業績 可是問題是他的利潤顯然是沒有反映出 他的利潤沒有反映出他的營業額 那其實我們認為跟他的經營策略有問題 就從剛剛我講的那個日本的航班之中 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說 關於紅眼航班到底有沒有違反相關法令 那這個也是我們現在對民航局感到非常失望的地方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民航局他在制定空服員跟機師的休息時間 還有工作時間的那個限制 他其實是非常非常寬鬆的 而且有一件很特別的事情是機師跟空服員 竟然列入勞基法第84-1條的試用範圍 這什麼 這點其實讓我們覺得非常不可思 因為勞基法第84-1的意思就是 你的像勞基法他其實就是勞工最低的 休息時間跟工作時間的保障 對比如說雙周只能做84小時 你的加班有固定的時數 你不能超過46 然後你每七天一定要休息一天等等之類的 但是如果你的行業別今天被歸類到勞基法第84-1的時候 不好意思這些工作時間跟休息時間的保護 勞基法是勞基法的後門 他是勞基法的後門 我們很難想像是像機師或空服員這種 關係著非安問題的 尤其他們的身體他們的疲勞程度 其實是跟非安有關的 竟然被勞動部列到84-1的試用對象 被列到84-1的試用對象的時候 就等於他的休息時間跟工作時間就被打開來了 他就不再受勞基法的控制 那另外一點是以民航局的規定來說 其實在去年的時候民航局他有修改過 關於工作時間跟休息時間的法規 那我也在這裡跟各位報告 民航局的那個修訂的法規 竟然修得比既有航空公司的標準還要差 就是我現在航空公司已經有一套既定的標準了 那你民航局修法是不是 你就算沒有辦法 我們都覺得你至少要維持在航空公司的標準 那你怎麼會今天修法修得比航空公司的既有標準還要低呢 那你今天把他修法修得比航空公司的標準還要低的時候 航空公司是不是就想說那我幹嘛給你24小時休息 民航局說我給你10小時就好啦 那不好意思他就把大家的工作休息時間的標準就整個往下降 我覺得這是一個讓人家覺得非常荒謬的事情 這國家本來就應該是在一個勞動上面最基本的保障 他甚至這個基本也要超越於現在所有的企業的一些標準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從這個例子來看 這個國家對這個所謂空服員的保障 其實是比企業的標準還要低 這讓人家覺得不知道這個政府到底在幹什麼 是在讓人家覺得匪夷所思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回過頭來再來請教家瑋 就是我們看到空服員其實大部分都是一個美麗的形象 可是美麗的背後其實存在了多少的哀愁 以及我們看到這個紅銀行班 到底對整個台灣的航空產業 或是對於所謂的服務業來講 或是對於旅遊業 甚至對於所謂的空服員本身的身體 以及他的整個心理的狀況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先休息一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您是來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在中正大學FM88.1的 精神精神廣播電台播出 如果你在每個禮拜晚上的廣播節目 你是可以聽到我們的燦爛時光 當然你要看所謂視訊的節目 就要在每個禮拜天晚上的9點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 我們會有直播 這個節目是有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 公民行動影響記錄資料庫 以及燦爛時光節目 我們聯合直播的一個視訊跟音頻的節目 今天的節目當中要來跟大家談一個 我覺得其實還蠻重要的問題 就是所謂的空服員的勞動條件的問題 在前一陣子 也是在這個月的月初 我們看到有幾位的華航的空服員 其實跟桃園產業總工會的一些朋友 他們去抗議要求改善他們的勞動條件 空服員其實看起來是一個非常光鮮亮麗的工作 可是在這個工作的背後 在這個美麗的背後又有多少的哀愁 我們其實不知道不清楚的呢 我們今天節目當中就要來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陶產總工會的這個秘書林家瑋 來一起跟我們談這個話題 家瑋你好 老師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家瑋我們在上一段的節目當中 也提到這個華航空服員 所面臨到這紅眼航班的問題 那他們整個勞動的時間 其實是整體的被壓縮 而且那個量是非常非常的密集 那當然我知道空服員 他所面臨到的一些問題 其實不只是如此 我們自己有一些學生或是朋友 也是在當空服員 那他們看到這些光鮮亮麗的背後 其實有很多很不為人知的辛苦 可不可以請家瑋告訴我們 這些空服員的工作 到底他的內容到底有哪些 而這些內容是不是對他們身體 或是對他們的整個身心的狀態 其實又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好 首先一個空服員 他在上機之後他安全設備 雖然說飛機上面有一些機物人員 他會事先做確認 但是空服員他還是要做double check 那他做完double check之後呢 他就要開始準備在廚房準備餐點 那就是大家所知道 開始當開始飛行飛行之後呢 空服員就會開始幫你送餐 送酒送飲料送水 看航班的程度不等 那另外還有一種方向就是免稅商品 尤其那免稅台灣人 還有很多乘坐飛機的人 就是非常喜歡買免稅商品 那這些東西其實空服員 他都必須壓縮在飛行時間裡面 把它完成 那這裡面其實有一個比較特別的事 一般來說飛機他在起飛 他在上升的過程裡面 空服員是不能夠工作的 這是有規定不能夠工作的 他一定要等到飛機平了之後 他才可以開始起身工作 可是在台灣的狀況是 航空公司都要要求服務 那有的時候呢 在飛機還沒有開始打平的時候 他可能還在上升階段 當乘客有所要求的時候 他就必須要開始工作 那或者是當一個航班很短的時候 航空公司又不願意縮短縮減物流程 比如說以一個香港航班來說 空服員能真正服務的時間只有50分鐘 其實很短 其實非常短 他要在50分鐘之內 他要給你飲料 他要給你餐盤 他還要收你的餐盤 因為在下降的時候 就是完全必須停止動作 好所以在那個起飛的過程中 空服員就必須起身工作 這造成他們很多空服員 有子宮外傾 或者是子宮內傾的問題 很多空服員懷孕的時候 很多空服員在這種程度的時候 他的小朋友可能就會流產流掉了 而且這長期造成的狀況會變成 他們很容易補孕 然後再來是當飛機還在上升階段 他就必須踩著高跟鞋的工作的時候 對他的脊椎跟他的腰 其實有很大很大的傷害 而且大家要想像 飛機的空間是一個人造的環境 因為他在高空之中 他要控制溫度濕度跟藏牙 所以基本上他並不是一個舒服的狀態 飛機他是盡量去模擬在地面的氣壓跟地面的狀況 所以他並不是一個正常的空間跟環境 當他不是一個正常的空間跟環境的時候 空服員或者是機師 他必須要維持高度的轉阻力 那對他們來講又是一件更辛苦的狀況 所以在空服員身上最容易發生的問題 其實是免疫系統低下 還有因為免疫系統低下而帶來的各式各樣的問題 比如說巡麻疹 比如說暈眩 這些東西都是跟他們免疫系統低下有關 那另外一點還有就是 他們為了要適應各種不同的航班 所以他們有時候可能是短程 有時候可能飛越洋 那他為了要處理這個時差的問題 都非常非常非常 變成狀況很差的情形之下 還有這種睡眠時光情形很差 他又必須在飛機上勞動 那他就會很多組員 那再加上台灣的航空公司強調服務 所以他們情緒勞動的狀況是 是一個非常高的情緒勞動的狀況 那情緒勞動就變成是 他們曾經跟我講過一件事 就是當你穿上那個制服的時候 你是完全不能夠有自己的情緒的 客人要什麼你就必須服務到好 像前陣子可以看到有一個 長榮航空的客人 他故意刁難空服員 不斷的叫空服員送餐 送餐到最後 這個空服員他不敢得罪這個客人 他就盡力去寫住客人的需求 可是客人還是不滿意 然後下了航空公司之後就投訴他 可是大家不知道是 那個客人在飛機上多麼極盡在刁難跟羞辱他 後來他一下航班之後他就整個人崩潰 然後就就辭職了 那你必須知道那個一方面是身體上面 他必須承受那麼 他的身體上面他必須要去適應那麼人造的環境 那另外他的心理上面 他又是被迫不能有個人的情緒 那你知道那個身心的狀態的擠壓之下 其實他們的精神狀況 或者是他們的憂鬱症隱形憂鬱症的那個狀況 其實也是非常普遍的 這個其實都還沒有談到很多人會關切的 所謂性騷擾等等的問題 光是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的 這種所謂非常高密度的矛盾 以及非常緊繃的這種所謂的緊張的生活 還有剛剛你特別談到所謂的起飛降落 這個對所謂的膝蓋對關節 甚至有些人會產生整個中耳炎免疫系統 都會造成一些很大的這樣的一種傷害 那這個其實有時候是因為某些的工作 他必須要去承擔這樣一個後果 可是這個承擔後果的方法 其實有另外一種也許是可以解決 例如說好了 我們也許他不需要這麼高密度的工作 例如說他有適當的休息 他有適度的這個休息 包括他身體的休息 包括心理上面的調整 那當然從這個角度來看 這個雇主航空公司就會覺得說 哇我哪有那麼多的錢去聘那麼多的人 那這當然就會產生一種惡性的循環 我不曉得在一般的空服員的這種所謂的工作狀況 他們平均每一個機組的人員要服務多少的客人 以及他們是不是有充分的足夠的人力 來讓這些空服員能夠有所謂休息或替換的時間呢 好我們在這次做過調查之後 我們發現其實空服員他的那種他必須在短 他被迫在短時間之內服務很多客人的狀況 其實是非常嚴重的 再加上為了節省人力成本 華航他現在把所有飛往中國香港跟日本的航班 他直接缺額一到四個空服員 那這種缺額的狀況就會變成 我們有做過統計 一個空服員他必須 一個空服員他必須服務45個乘客 他必須服務45個乘客 然後他每一個可以服務乘客的時間 大概是在66秒到70秒之間 也就是說他每一分鐘他就必須要把你解決掉 要不然他沒有時間再去做其他的事情 而我剛剛講的這個其實都只有包括送餐的部分 那個還不包括有人會突然叫空姐去提供毯子 或者是突然要買免稅商品等等之類 這些都還沒有包含進去 這個只包括他送水送飲料跟送餐的部分 那為什麼我們會很強調說 他的休息時間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大家曉得航空意外的原因實在是千奇百怪 比如說像馬航你就會發現 他有時候會被飛彈打到 他有時候會突然復健消失 如果像復興航空他必須在台風天飛行 就是航空面臨到的狀況其實真的是千奇百怪 那在面對那麼多奇奇怪怪的狀況之下的時候 其實空服員跟機師他們必須要有非常非常高度的專注力 他才能夠去應付這些東西嘛 那如果你的休息時間 你不給予他足夠的休息時間的時候 他其實光應付 乳客的機上服務需求他就來不及了 他怎麼會有閒暇去顧 他怎麼能夠再去做 緊急應變的時候 他那個反應一定會下降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非常強調 你絕對不能夠缺額派遣 你今天少一到市民空服員 你覺得你有省下人力成本 可是你沒有辦法保證發生意外的時候 到底要誰來負擔旅客的逃生的責任 那些交換公司他都會在新聞稿裡面強調說 他其實有派足夠的人力 他都有符合法規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其實他符合的法規只有逃生部分的法規 就是我簡單說 波音公司他其實對於一架飛機上面要配置多少空服員 他是有一個規定的 他是有一套規定的 那他這個規定是依據逃生的需求而來 也就是說他認為我一架飛機上面 我可能需要12個人做逃生的工作 可是問題是空服員他在飛機上面 他不可能只負擔逃生的工作 他還要負擔很多其他額外的 比如說送餐的服務 或是買免稅品的服務 那如果你今天只用 那我就問你法律規定 那可不可以當你現在用最低派遣的標準去派遣的時候 空服員可不可以拒絕送餐 因為你是用逃生的人力配置在配置這些空服員 那我怎麼能夠去額外提供你送餐的需求呢 對不對 你當然而且我要說一件事情是 像這件事情我認為跟最近發生消防員的狀況也很類似 因為這些人他都是負責安全的問題 而且是公共安全的問題 我認為這種人力你不但不該減別 你甚至還要擴編 要不然你沒有辦法應付臨時而來的狀況 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大家必須要去特別警覺 我們或許只考慮到這個所謂服務好不好 我忽略整個安全的問題 可是即便我們考慮到服務好不好這件事情 可能也要多一點思考 我常常在搭這種短程班機 例如說到香港或是到中國的所謂的飛機上面 我會常覺得我好像在打仗 就是說那個整個的服務的過程好像在作戰一樣 他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去做好所有的服務 可是你很多人出國旅行或是出國洽工 他其實希望能夠是一個比較悠閒 比較優雅的這種所謂的服務的過程 或是所謂休息的過程 可是我常會覺得說這好緊張喔 可是緊張其實不只是工服員緊張 他也讓乘客也在整個狀態裡面 在過程中也是非常非常的緊張 我們節目當中其實也不斷在強調一件事情 沒有好的勞動條件 他就不會有好的專業服務 如果我們希望有好的專業服務 我們當然要希望整個環境是能夠更好 整個工作環境是能夠更好 會長最後請教家瑋一個問題 那現在華航怎麼去回應你們的抗議的訴求 或者是接下來你們要怎麼做 以及我們可以怎麼樣來參與這樣的一個過程呢 好 在他們上一次在桃園縣政府抗議之後 桃園的高層長官其實有來試圖要來跟空服員做協商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因為我們覺得今天這些人 大家可以想像 其實這些空服員很多人都是一畢業就進到這份工作 那他們平常的生活是非常單純的 那今天之所以要出來做這樣激烈的抗議行動 其實真的是有非常不得已的苦衷 那在這邊其實我們也 某部分也算是肯定 就是願意出來跟他 沒有辦法 還是沒有辦法解決空服員在意的兩個問題 就是包括紅眼航班的休息問題 還有包括現在固定在航班上面缺額派遣的這些狀況 如果他們沒有辦法處理這個問題的話 我覺得那個不光是對工會來說 不管是對勞工來說或對消費者來說 其實都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尤其特別是對旅客來講 我覺得對旅客來講也是非常不公平 就是我今天機票的票價我也沒有比較便宜 那為什麼你直接給我少四個空服員員來服務我 對不對 如果我站在消費者立場 我當然也是希望像管老師剛剛提到的 我也希望有一個好的服務品質 但是如果你又缺額派遣的狀況之下 那空服員他只能因為硬塞給你一份餐 他就必須離開 要不然他沒有辦法做完其他工作 那接下來你們有什麼樣行動嗎 接下來會進入協商的階段 那我們希望協商會有一個好的成果 那一切就是等跟公司的會議之後 我們會再做評估跟判斷 那如果當然如果沒有好的結果的話 但是不排除可能會還會再有一波的抗議行動 我想我們應該要更關切這樣一個問題 特別是從台灣整體的發展來講 越來越強調這個所謂的觀光旅遊 會有很多的外國的朋友會搭飛機到台灣來 那到台灣的第一個形象恐怕就是這些國內的 台灣自己的航空公司 如果這些第一個形象就讓別人感覺不好 我想別人到台灣來的旅遊的意願 其實會大大的降低 那也包括整個消費者的在旅行的過程當中 或是洽商的過程當中 這樣的一個服務品質 是不是能夠讓大家一個舒適的環境 我覺得非常大的一個原因條件 就是在於空服員的勞動條件 到底能夠好不好 夠不夠好 那這當然是航空公司 以及台灣的法律 台灣的政府 要不要介入多少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今天非常謝謝家瑋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們希望下次有機會能夠 再跟家瑋繼續的討論 當然我們希望這個發展能夠有好的結果 謝謝家瑋 謝謝 是我們 Ooh 家瑋為全能夠 例えば我 這件事硬要一次終的 原因而是我